词曲inator 5 第十字词 《祝福之圣》 们 谢主 小姊妹喜乐吗 喜乐 得着满足吗 阿们 基督兄弟 你得着一致吗 阿们 子妹妹们 被点活了吗 阿们 我们就用这几个问题 創完这一周的思路 这周的思路是 我们可以翻开生命读经 就是十一到十四篇 十一十二篇就说到满足 十三篇就说到医治 十四篇就说到点火 再给我们看到三个事 就是第一个 不道德人的需要 需要生命的满足 这给我们一个 撒玛利亚妇人的弟子 第二个是说到垂死之人的需要 需要生命的遗治 大臣的儿子得着遗治 第三个是说到软弱人的需要 他需要什么呢 生命的点火 病了三十八年 就需要得着生命的点火 今天我要说的部分 主要是重在满足 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们 你们满足吗 满足的举手 我们弟兄为什么满足 阿们 带上帝乡为什么满足呢 阿们 祝我们之类的公寓 哈利路亚 在座的有人不满足吗 不敢举手 那我再问一个 有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满足 又好像没有不满足的举手 大家都不敢举手 我们这周过得怎么样呢 有没有得着满足呢 我们怕这个我们基督徒过久啊 就是一副好像有点满足 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满足 就好像半吊子吊在那边 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满足呢 从上周 请大家说到上周 上周说到这个重生 尼克里姆需要重生 那这个重生的观念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问题 这乃是说到 我们没有神的生命 不论我们的好坏 我们都需要重生 那这个重生的结果呢 带来什么呢 就是我们得着这个神的生命 阿们 那他的目标是要什么呢 要使这个基督得着一个媳妇 要成为他的扩着 所以重生的意义非常的大 不只是这个 我们得着神的生命 我们还要成为他的媳妇 阿们 上十歌第三节 就说到这个 要变化我们 变化到一个地步 我们要成为他的媳妇 阿们 然后 阿们 所以这也就是神的经纹 神的经纹是要得着一般人 那这一般人 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 阿们 我们要成为这个 他的媳妇 他的媳妇 阿们 所以 当我们得着这个重生 我们要有神的生命 阿们 为什么我们 还需要 还需要来喝这个活水呢 就说出啊 我们常常是有这个生命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用 阿们 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 但是我们不会来取用这个活水 阿们 所以我们实在需要进入这个 十一十二篇 我们需要来看见我们有个需要 就是满足的需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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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们一同翻开圣经 约翰福音四章 我们先来一同读一到十四节 阿们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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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 主知道 阿帝帅人 临见他所门徒 因实际 以约翰来过功 其时 不是 耶稣 其时实际 才是他的门徒实际 阿帝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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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态 又往上里离去 祈祈 去过 撒玛利亚 于是 爆料 撒玛利亚的一座神 临向虚家 靠近两个给他 而是 约翰的那外地 只要下哪里有 雅各籍 耶稣 已行入一类 就这样 坐在井旁 那时 约翰 是 午后六时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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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夫人 来拿水 耶稣 对她说 请给我水喝 原来她的门徒进城 买食物去了 沙玛利亚夫人 对她说 你既是有态人 怎么向我一个 沙玛利亚夫人 要水喝 原来有态人 和沙玛利亚人 没有台湾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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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而对你说 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找凶她 她也必找给了你过水 如果说 先生 你没有搭水的器具 请留神 从哪里得过水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请给了我们 她自己和她的子生 并神术 也都喝这请你的水 难道你比她还大吗 我们的祖宗雅主 满河这水的还要再合 人都喝我收拾的水 就永远不合 我收拾的水 要在她里面成为全员 是涌入永远的生命 相信这个弟兄姊妹们 对这个经节应该是非常的熟 那我就着重几个点来分享 那前面这个 有个姊妹有分享到 原来祖也是刚可辣 那这个 他来到这个井旁 他竟然向这个妇人要水喝 那这个妇人呢 也来到这个井 要来打这个水 目的呢 就是要得着这个劫壳 他说出这个 是一个干可的救主 还有干可的罪人 也一幅突化 你们知道这个 主耶稣他干可到怎样的程度吗 不知道 他要得着这个妇人 他对我们干可到怎样的程度吗 他要得着我们 要得着我们 成为他的心部 这个是主的干可 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主 他是先来到这个井旁 得着那个妇人 这个 明学地上就是和我们分享 原来主耶稣啊 他就是先到那个井旁啊 不论我们的情形 我们是好是坏 我们是否有犯罪 他就是在那里先等我们 只要我们去打水 我们就会遇见他 好 那在这里呢 很重要的一个主教是谁 撒玛利亚 故人 阿们 所以在这里 这个生命读经也有说到这个 女人的表号是什么 他有这个三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 倚靠神的人 第二呢 他是一个 软弱的人 阿们 第三呢 他是一个 渴望得所满足的人 阿们 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形呢 阿们 我们在神眼中 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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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弟兄 你觉得你是女人吗 阿们 阿们 在神眼中 我们都是女人 阿们 阿们 我们需要来倚靠神 阿们 我们也需要认识 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阿们 亚当一位 这个没有倚靠这个 下方一位 没有倚靠这个 亚当 所以他吃了 善恶之之处的果子 阿们 那这里说出 他是软弱的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来 这个倚靠神 阿们 那这个 在人的理念 也有一个渴望 因为神将这个 永远 安置在世人心里 阿们 我们需要 得着一个东西 能够真叫我们 得着满足 阿们 这里就是这个 富人所代表的 他希望得着这个满足 那这刚刚在我们 读的经节里面 有说到 这个历史节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 神的恩赐 就是神的生命 何对你说 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找求他 他必找给你活水 阿们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是什么 求 阿们 这个 主耶稣在这里 所以就向这个富人 就向着我们 启示出 他就是那个活水 他就是那神的恩赐 他就是那神的生命 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 但在于我们 到底要不要求他呢 这个很显然 那这一富人说 我有拿水的器具 但是主耶稣仍然没有放过 他又再说了一次 这个富人的反应就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我愿意在这里 就是加 就加强一下 这个 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求 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求 刚刚在遇到 听到的前圣弟兄的分享 所以说到 我就想到一个 台北的弟兄 是一个东友同班系上来的 他有天就逆我说 诶建华 我发现 好像真的要来 就是好像人生命定 就是要来享受主 只要才能得着满主 但是 我好想要享受一圈完之后 再回来享受主 一定要 现在就要选择 周祖的道路 诶 这个 感谢主 没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享受 享受到一个地步 正在我们得着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放弃 这些 这个 物质的事物 那但是 更深的 还有遇到一个弟兄 他说 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享受主 可以得着满足 但是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来享受主 我仍然要依靠我自己 寻求我认为所快乐 诶 这跟刚刚那个 有什么差别 诶 他不愿意 而且更深的来说 他可能 没有享受过主 可能没有尝过 什么叫 那个是好久啊 对 对 这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问题 特别是 儿童班的 儿童班的 对 受尽十年以上的 举个手 十年 十年 多 一半以上 五年 里面 里面 大家都 很有知力 对 这个 我们都有得着神的生命 但是呢 我们可能 没有喝过 什么叫做好酒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没有真正的 摸着神的生命 人在我们的过照位生活中 会特别一直想我们 照位生活一怎么样 同伴一怎么样 看到的情形一怎么样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 因为我们没有喝过 什么叫做 真正的好酒 没有这个 喝过 什么叫做主的生命 能够充满我们 用入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鼓励这弟兄姊妹们 有的呢 还要加多 没有的呢 就要向主要 我愿意在这里 碰着你的生命 不是一个外面的重生而已 叫我能够扎实的 摸着你的生命 使我从你的生命 得着满足 然后 在这个十二篇就说到 所以呢 这里撒玛利亚夫人就叛主说 先生 那请将这水赐给我 然后呢 这个耶稣呢 就叛他 这个 揭示这个取用火水的路 这个刚刚弟兄跟我分享 那我们也一同的把它 念经文念过去 我们还是弟兄姊成的一节 十五节到二十四节 福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复合 也没有在这里把水 耶稣说 你去找你的丈夫 然后到这里来 福人回答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 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所说的是真的 你们 福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身边者 我们的祖宗 在这山上敬拜 你们道说 敬拜的地方 必须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福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当时 你们敬拜父 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敬拜 你们所不知道的 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 因为秀恩 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我们所讲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 因为父寻找 这样敬拜他的人 神是灵 敬拜他的 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我们继续 好继续 福人说 我知道 以赛亚 就是那身为基督的表来 他来要 并将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我们 我们 耶稣说 所以说 这乃里说话的 就是他 恩 谢谢主 然后弟兄 又分享 这个取用活血的 三步骤 第一个就是认罪 第二呢 就是要来接触 是你的神 恩 第三个就是要来 相信耶稣是基督 恩 那这个弟兄姊妹 又分享到很多 这个 关于认罪 这个摸着罪的问题 那这里有一个预表 这个丈夫的预表 这个五个丈夫的预表 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物质的享受 能看得见的 甚至不能看见的 也是那个丈夫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 寻求了五个丈夫 而现在有的呢 还不是他的丈夫 这看来 这个看出啊 这个基督 他是我们独一的丈夫 但是这个妇人 竟然有五个多的丈夫 在这里呢 他就是一个不倚靠基督的 所以呢 这里的罪 到底是怎么样来定义 其实呢 这个 我们理了基督的一切事物 就是这个 五个丈夫的预表 当我们这个 有了一切与基督没有关的事物 我们就有这个 落入这个罪的危险 对 那弟兄姊妹也都有提到 可能是我们的 饮具啊 可能是我们的电玩啊 可能是我们的美食啊 逛街啊 是社团活动啊 或者是球队 或者是我们的读书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这个 我们可能有时候做我们 就知道 这不是 这不是我的丈夫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尝试一下 但在我们最深处呢 恐怕还有看不见的丈夫 像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人生方向 我们的婚姻 这都是我们比较看不见的丈夫 那但是主耶稣在这里 并不是说 你过来给我认罪 认罪 你有罪 然后你有五个丈夫 那你认罪我就来理事 我们在这里 是做什么动作呢 把你的丈夫带来 你有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把你的丈夫带来 在你像主求这个活水的时候 就跟你说 把你的丈夫带来 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这学期 因为我不是管家 然后重担又不要轻了 然后我就想要花 要多的时间 在我的课业上 然后 因为家庭有些需要 所以我开学的时候 就会加帮忙 但是呢 我就觉得里面好像有一种不顺畅 感觉这些事情好像霸占了我 好像我与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遠 那时候 我也是说不然 我知道可能就是那个 但是我不太想要汉主说 结果我就在一次的这个 骑摩车的过程中 我简单的汉主说 说啊 你知道的 学生就是要读书嘛 然后 我有很多事情 但是 我发现我 离你越来越远 求你这个帮助我 叫这个读书 叫这个家庭的事物 不成为我与你之间的男主 对 然后第二个呢 是 关于 魂的 还没有 就是 就是 有一次 有一次 这个 起初热会 这是在中部相调的中心 然后 那一次呢 是为着福音节期 如火如荼的祷告 不论团体的祷告 个人正是 下午还有一段时间 要花点时间去祝祷祷 求助这个 对付我们里面的一些情形 然后那一次呢 我就在那里向祝祷祷 然后 然后 我站着祷告 然后觉得 好像摸不到主 然后我就跪下来 然后 跪下来祷告 祷告祷告 然后主耶稣突然 很奇怪就 欸 你的婚姻要不要交给我 然后 我就说 主耶稣 不是吧 你现在是福音节期耶 你跟福音节期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就在那个增长 所以说出这个丈夫是什么 当主和你掉的时候 那时候 你会挣扎 你会想要拉扯 那就是你的丈夫 所以在那一次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感谢主 我在那一次经历了这个 祝作我真正的满足 所以丈夫到底是什么 就是那个 当主跟你要的时候 你会跟他抢 说主啊 这个不行 我先把我们留下 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丈夫 摸着我们的事物 摸着到我们的深处 当主掉的时候 这个 我们也就会跟主抢 所以呢 我们可能 诶 诶 耶稣说 来参加全时间 主我没有时间 主帮你的婚姻 奉献给我 主我单身 然后呢 主你的工作也交给我 主啊 我现在是学生 我还没有工作 诶 我们可能就开始跟主耶稣 说 弯来弯去 这个有点像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我们继续看 这个 主在这里呢 这个撒玛利亚就问说 诶 敬拜的地方 是在山上 还是在耶路撒冷 但主耶稣真的 不管我们怎么转 我们都是在主的手中 主又借了这样的机会 将他自己 启示给我们 他就和撒玛利亚妇人说 时候讲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 对 所以在这个旧约的 提过 我们追求这个立位祭 就说到 我们需要到这个殿中 并且带上我们的祭物 来献祭给神 那在这个新约呢 就说到 我们如何 旧约的这个殿呢 就是说出我们的离 那这个祭物呢 如今就是我们所享受 的基督 所以当我们来这个 接受主的时候 我们是运用我们的灵 不在这个知识的范围里 不在对所有的范围里 我们是运用我们的灵 而且借着基督来敬拜我们的神 阿们 那在我们的应用 在这个应用 这个 奢命图经里面就有说到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 来运用灵 赞美主 呼求他的 阿们 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诚心生活 非常的重要 对 这个 平常追求主化非常重要 阿们 可能我们都习惯了 诚心半个小时 先祷告 再导读 再读后面的信心 再祷告 偶尔感觉内容不错 再分享一下 诶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情形 那我们 会不会为了 多了一次 没有遇见主 在那里迫切要得罪主呢 我们有没有因为 一次 没有在灵中 享受到基督自己 而在那里迫切的寻求主呢 这说出 我们要来得罪这个活水 并不是在对错 耶稣和你要东西的时候 也不是要你回答 要或是不要 他乃是要你 在灵里 敬拜这位神 并且这个 当我们在生活中 来经历这位基督 经历他所经历的 这个 在我们的聚集里 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能够 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出来 供应给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刚刚就问 弟兄姊妹们 你们满足吗 你们如果真是满足 你们就能够站起来 将你们所经历的基督 供应给弟兄姊妹们 好吗 然后这个 你们 那这里也是有个经历 分享 就是在我大了的时候 相信弟兄姊妹 应该过多或少都有听过 就是我在那样的寻求中 需要 得助 就是我非常 对我人生方向非常的迷惘 那时候我真的想了很多 到底要这个还是那个 这就是对错的范围 所以我一直在这个里面 但是我在一次的经历中就是 大声的呼求主名 我就那样的 用力的 用我的全能 向这位主倾倒 主就解决我这个人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真正要得所满足的路呢 不在于我们的心思 乃在于我们的灵 借着我们这样子的操练我们的灵 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 耶稣是基督 他就是在他生活中真正的比赛 在生活中拯救我们的那一位 所以叫我们不要落入一个愚昧的情形 不认识耶稣是基督 这个环境中领导我们 我们不认识这是主 我们还在那边 到底是要A选项 还是B选项 我们要看见这是主 是要运用我们的灵 向他承认悔改 叫我们得着这个活水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有四个很重要的事 第一个 你要求 第一个 如果你不求 主也很难 将他自己赐给你 有这样的经历 还是要求 没有这样的经历 更是要过切到主面前 向他敞开我们的全能 愿意让他来摸我们这个人 希望我们最深处的那一部分 而且 愿意呢 在我们的灵中 来接触这位神 所以我们越过越 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说是真正的满足我们的 就是基督自己 这是我们真正的丈夫 这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当然 所以我们这个基督的生活 就在这样的循环 在这预备这样的信息里面 就非常的宝贝 这个 我们的一生 都是在这样的循环中 一旦的喝这个火水 叫我们这个真正的得着满足 当我们这个从这里得着益处之后 我们就能够出去帮助人的需要 这个帮助福音朋友的需要 还有罪的问题 还有这个是非对错的问题 你怎么帮助他们呢 不知道啊 因为在经历中 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循环里 一再的经历这样的基督 我们出去就能够帮助那些福音朋友 我们出去呢 就能够将这个火水供应给人 所以我们也能够这个 帮助这个比较年幼的弟兄 当然是年龄上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来如何 喝这个火水 谢谢主 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经历 好 叫我们这个出去呢 就能够供应给了火水 好 谢谢主 好 感谢主昨天到平和大 跟学生们有一个小排交通 那学生们问我说 有没有来过平和大 我说有 你知道我说 他就说来是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说我来是大牌的 自己给拿 之前去的时候就去打牌的 我还没有跟他说 不只打牌耶 还有喝酒 不只喝酒耶 还有抽烟 那其实啊 这些都是我得救之前的经历 那我得救了之后 三个月过后 这些习惯还是在我身上 有时候进入到 以赛亚书解禁读经的第八篇 他是出自以赛亚书十二章说到的 从救恩的泉源欢南取水 当时参加了那次的解禁读经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点 弟兄问我们说 要从救恩泉源欢南取水 就有一个特别的需要 就是你们要真实的认识自己是干渴的 如果是不觉得自己干渴 根本不可能会像神 取这个救恩的泉源 泉源 那也有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困扰 在大概几个月之前 他问我说 我这些的救习惯是怎么样戒掉的 当然我当然就是 跟他交通啊 没有说特别的一些 到底该怎么做 那我就觉得有几个例子 若是这个弟兄你常常吃牛肉 但是有一天 你也喜欢吃牛肉 有一天你吃到那上好的非力牛排的时候 或者是你吃到现在 现在日本和牛刚进来了嘛 A5等级的日本和牛 你绝对不会想要去吃 牛肉面里面的那块牛肉 因为你已经吃到上好了 你干嘛还要去吃那些低等的 而且这块上好的 你又不需要花代价 只需要很简单的 回到我们的铃铃 那若是还有一个比喻 这个例子 当你有一天 有跟主耶稣很畅悍的交通的时候 你跟主耶稣喝咖啡有交通的时候 你会想要做其他的事情吗 对啊 你就会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之中 非常的享受 跟主耶稣交通 那个氛围是非常的美好的 但是重点呢 重点就是在于 我们愿不愿意跟主 向主揉软 而是向主 可能会像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一样 一而再 再而三的 说出了许许多多的推波的理由 主要说 难道你比我本的祖宗还要大吗 主耶稣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你要怎么取这个活水 再再都说到的是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有许许多多的 推波的借口跟理由 你感谢主 无论如何啊 刚刚 敬好弟兄说 诶 弟兄姊妹们你们满足了吗 阿们 刚刚 我大概推一下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 不到的弟兄姊妹们举手 不要再像 重了撒但的劲 撒但会说 你真的满足了吗 然后跟撒但讲说 我已经从救恩的全员 欢然取随了 阿们 你要凭着信心要向撒但宣告 阿们 并且出来找你的时候 不要再找借口 不要再找理由了 阿们 比如说 有一天 我去找弟兄之家 想要找他们交通交通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起个头啊 然后他们就说 过去的时候 看见他们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我只是一个比喻啦 就要说我们如果要找佳明 找佳明弟兄的时候 佳明陪我读经祷告好不好 结果佳明就说 忙着他身上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论是他在预备他学校的课业 不论说他预备 追求他属地属世的享乐 这些可能都会变成 我们能够来享受主的一个借口 阿们 对啊 那昨天啊 我也跟我们家的就是弟兄们 教会 弟兄我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为我祷告 也陪我祷告 感谢主 这秘诀就是在于告诉他 告诉他 不只是要告诉主 还要告诉我们的同伴 不要拿许许多多的理由推脱了 虽然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会忙 我们也必须要去做 但是呢 我们可以祷告 先跟弟兄姊妹们 有一些交通 有些祷告 好 再来啊 感谢佳明附 其实这三个故事啊 或者是以后的故事 你看 大致上都会有两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 善恶知识术的线 这个是从撒旦来的 第二条线呢 就是说 从赦生命术的线 是主来了 撒旦 这三二知识术的线是什么呢 说他这个妇人 他一直没有办法满足 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让他满足 但是主来了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主得走了这个妇人 这个妇人最后结果是怎么呢 他就把他打水了出去 撇在一旁 到城里 跟人说 这人把我以前所做的事 都告诉我了 他向着去传福音 那第二个就是在四章末了 那个垂死之人 垂死之人 他得作了医治 但是在他医治之前呢 他是快要死了的人 这也是从撒旦来的 散热知识术的线 但是感谢主 主一说话 就医治了他 那第三个人呢 说到这个软弱人的需要 主就问他说 你想要痊愈吗 那这个人是怎么回答的 他也是找了一些理由跟借口 他说 总是有人比我先去 因为他是在一个宗教的范围里面 他在等待 他在寻求神迹 那弟兄姊妹们 主不需要我们等待 因为主已经来了 所以就是第一个事情 第一件 今天所交通的这三种 三种人 生命的满足 就在于我们需要真实认识 我们真实可了的人 我们需要向主求这个活水 且我们的干渴 随时回到我们的灵灵 正如四章二十四节说到的 要在灵根真实以来敬拜 那第二个就是说到了 垂死人的需要 要得着主的说话 因为主一说话 那个他的儿子 大臣的儿子 就得着了一致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 就是这个软弱人的需要 主要说 起来 拿起你的路子走吧 丘子妹们 变这样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仅是这个虚空的人 没有办法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 但是主成了我们的满足 我们也应该去去多多外面的事情 让我们感觉到 碰到了死亡 但是我们需要主对我们说话 给我们医治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行动 起来 拿起我们自己的路子走吧 丘子这样的 丘子这样的心情都能够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听见主的说话 把我们领导的男生都能够告诉主 告诉主 告诉同伴 求主得着我们 直播 变成 套篱 presenters 们